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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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又到星期二夜晚刻 《原来中医》这个节目的时间了 Trac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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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我们邀请了周医师 谈谈气功 你回去有没有练 有事坐下那个 坐下那个吗 练节目 可以 但初初练习有些困难 蹲在那里很累 那个是杂马一定有点累 有点累 就是我们练习不惯这些人 特别累 通常腎虚的就会累一些 真的会累一些 这样也会很笨 练久一点腎强了就会累 这样的情况 怪不得我初初有点 不过现在好像好一点 现在好一点 恭喜你 周医师爷 其实上集我们有讲到 有点关于扶正俱斜 其实扶正俱斜是什么 扶正俱斜 其实在气功和中医的概念里面 都一样 其实气功的概念 和中医的概念 理论是一样一致的 原出于中医的易阴阳五行的概念 扶正俱斜就是扶持身体的正气 俱斜就是排除身体里面的一些病邪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气息 磁场或者是一些病气病毒等等 中医有个术语叫做 邪不可降 邪不可降 亦都是自古以来 也有一个经典名言 只要能够固涉正气 一切的邪气 都不能够侵入我们身体 其实有什么人需要扶正俱斜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 因为每个人在常常生活里面 都会遇到很多外来的邪气侵袭 举个例子 其实我们身边周围 其实都布满了细菌 也布满了病毒 只要你有一天抵抗力差的时候 正气不够的时候 你就会被病毒侵入 这就是我们西方医学所说的抵抗力下降 免疫系统低下 只要你的免疫系统的功能 功能比较差 身体内脏机能比较虚弱的时候 外来的环境的邪气 或者是一些疾病的来源 它就会侵入身体那里 所以中医也提到 其实风寒鼠湿造火 其实一切都在自然环境里面的产生 而引入身体内 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邪气 不是说健康是没有机会的 因为健康 譬如说你每天工作都很繁忙 很疲劳 只要你很疲劳那天 抵抗力便会差 很累那天身体便会差 或者是你受了一些气 可能会生气 那些真是气 身体底下又会更差 那些都属于邪的 不是 生气的时候你的正气便会差 会影响身体的免疫系统 机能也会有些影响 当然 偶一为之便没有大影响 但是肛屈的情况 身体肌能气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也引致免疫系统功能的底下 邪气便容易入侵 正气便变成虚弱 其实有时病人来看病 他都会问 以前我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为什么今次会生病呢 可能你刚才所说 有些事屈住屈住屈住得下去 好像一条橡筋 一般的罪行都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没病不等于永远都不会有病 其实有些事是一路一路积聚下来 有些人觉得以前都没有 无端端有病 可能你一直积聚下来都未定 有时是内在发出来的 有时是外内侵入的 都会影响到身体的气机 机体的内脏功能 出现一种机能性或功能性的 失调 周医师 其实刚才说了 什么风寒暑湿燥火 这些是中医 我们常常说这些 或者说一些风寒暑湿燥火 因为风的人都不知什么来 可能我只知道有风吹来 但是我们听过有外风又有内风 这些很多这样的东西 这些病因 或者说一些给我们的观众听 其实我们今天主题主要说气供 不过不要紧 对啊 为什么我这样问呢 因为为什么呢 扶症俱邪 其实都是邪气 邪气 所以我就给观众听一点 是的 风寒暑湿燥火是中医的 就是六淫 七情这些里面所指的一些病人 引致的 所有病都是外来的一些侵入 以及内在七情所伤的 刚才所说的 风寒暑湿燥火 其实都是一些六淫 这些病邪来的 很多时候 譬如说天气外面的一些 譬如说天气的改变 或者是很潮收的时候 都很经常会出现一些细菌滋生 可能一些测气比较重 很容易细菌的传播力比较强 我们中医古代就没有细菌学这个原理 很多时候他们就介定这种传染性 传播性很快的一些病气 或者是一些疫情 他都会用一些风来形容 或者泥气等等 所以风其实是指一些突如其来 或者传播很顺质的一些病病 或者是传染性的 比较强的一些病 都会介定为风 而行其实是身体 比如说一些功能的 有些是快使身体机能上低落 有些比如说 如果你身体气血不好 气血不好的时候 那个阳气就比较低落 所以就很容易 容易积聚一些 受到一些寒气的入侵 寒邪入侵 所以阳气低落的时候 就很容易受到阴气的侵集 所以要引致一些寒气的情况 是的 而鼠呢 鼠通常是在 比如说你出行太多 天气很热的时候 这些情况 而出现一些 比如说我们民间 经常说中暑中暑 鼠热或者鼠邪 这些都是属于 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够 或者甚至过热 热性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暑气 暑疾等 这些情况 所以中医的概念就是 它用一个比较 概括的字眼形容 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常见的一些病症 就是经常 比如说 什么叫做热淋 热热 热热 这些情况 而湿呢 其实就是 比如说 很多时候天气的转变 有阀眼 忽热的时候 或者春天 霉蓝天的时候 都很容易有湿气 或者是由冬天转春天 很多时候 温差很大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湿的 但是呢 现代的情况 就不一定是天气的转变 很多时候 在夏天也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有冷气 这种东西 好似出入商场 出入一些写字楼 有些温差 当你温差一转变 就很容易出现湿的 比如说你汽水 从冰箱拿出来 整罐汽水 外面也有很多水气 有一粒粒的水珠 我们身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冷一热 你身体里面也有水珠 積在一边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湿气 湿气 所以这些湿气也会形成 身体里面積存了多余的水湿 或者是淡湿等等 而令到我们身体有不息的情况 流出身体排不出外面 排不出出来 或者是你不适时解除它的话 你身体会出现全身不舒服 周身陪冷 周身陪冷 甚至有些风湿骨痛 都是十形成的 所以必须要注意自己身体的 比如说出入冷气的时候 有些人喜欢穿多件衣服 避免温差变化太大 这个也是正确的 那这样可以减低体内积聚的水分 比如说在很热的地方 就在冷气的时候 立即生气 温差变化就会减低 水湿的情况就会少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民间的智慧 不一定说你身体特别虚弱 才要穿衣服 是的 是的 周身这些 你刚才也说到扶症俱邪 那跟人的体质也有些关系 也有 有些人好像容易病 比如说我和Tracy 可能体质也是 虽然同年同月同日生 是的 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有时 他吃点东西 吃完没事我有事 是不是都是跟这些邪气有关 也跟邪气有关 比如说有些人身体是比较肥半些 有些人是比较瘦弱些 那么体质也会有不同 不一定是瘦的身体会差些些 也不等于肥的身体会好些 是的 要看看他肥得适当的 可能又很健康的 如果他有适当的运动 本身的血液流通的方面 都相当理想的 可能他的身体又比较健康 瘦得健康的 都可以做到很健康的 譬如说你经常有锻炼 就是饮食 食当 而不是过分偏食 或者是减食 减食 减食很多时候女士都会减食 过分减食 因为保持身体的体型 或者外观上的美丽动人 出现趋势这些 我立刻笑你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面青口唇白 是的 是的 或者是因为身体本身 可能需要很多的卡路里 或者是需要一定相当的营养 但是他因为很含蓄地 或者很折制地 令自己不吃 而来到身体其实 没有足够营养供应 而出现身体的虚弱 这是后天造成的 这些后天造成 会出现很多时候 气血不好 营养不足 变成低缺度就会变差一点 这些正气就会变差了 就容易邪气侵入 通常营养不够 血气循环不好 都容易有邪气侵入 或者容易感受风寒 这些情况 周医师 刚才今天上半部的题目 叫扶症驱邪 其实有没有扶症行先 驱邪行后 或者是谁先行先 或者是一起的 是这样的 看看是什么阶段 譬如说 如果你已经病了 当然是驱邪为主 扶症为父 如果你是本身未有病 当然是扶症为主 驱邪为父 因应不同的身体的情况 气肌的周期 而我们处理不同的处理方法 或者处方用药都不同 当然有电气供都会不同 电气供和中医的用药 是圆出一切的 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用辩证论字的方法 辩证论字的方法 而不是很含糊地说 我随便练一个招式 或者随便刷两套拳 就叫做扶症驱邪 我们也是一套基本的理论依据 就是医着这个理居的运行 我们去施治 或者教育病人如何去裂功等等 所以其实是一套 比较科学的一个锻炼和理解 是 其实上次节目做完之后 也有些观众带来 他们也会问 上次讲了保神 其实保神是先天的 如果保神好 其实也不用附正驱邪 也不是的 保神、神虚也有后天很多 后天就是防劳过渡 饮食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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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一个人兼两三份工 很勤力养家 他会出现粗糊 消耗了人虚勞 这些是后天的 可能先天很好 但是可能后天不足 他本身很想控制自己支出 未必是因为减肥 可能想省点钱 每天都吃个面包 因为营养不足 也会出现神虚的情况 未必是与先天有关 更多的是后天的影响 这个情况 尤其是现代年轻人 据我们的了解 或者看病的经验 就是年轻人神虚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饮食不治 他们吃很多 是 过量 也很足 他饮食其实很丰富 他最主要是生活不治 就是很夜睡 去睡 去玩 去喝 吃吃 有时可能喝酒太多 或者是很夜睡 玩得很夜都不睡 在玩玩 sim 甚至网里《Qq》 事实也认识 して 真的 安你太多が kw 精力 透支 静力 静力 整体 投资 是 其實他在網上看的影片 其實也有虛耗 也有虛耗的 也有關係嗎? 也有的 也有的 他的精神、焦點、能量 你看他的血液循環會加快 臉紅一點 對 對 某些部位是會有些特別的 其實也會這樣 血液循環會突然加快 心跳會加出血液上升 其實他也在虛耗很多體力 不一定需要去到那一步 但是當然 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時他都會出現 用另一些方法來解決自己的需要 是 我想問周醫師 之前你所說的剛才的病 或者是一些生活習慣不好 其實會不會有甚麼器官 可以幫助到這些觀眾扶正驅邪 也有的 我們有很多方法 就是幫助觀眾 或者幫助病人扶正驅邪 當然我們剛才的過程中 我都說過要辯證私自 因應不同的病情 或者每個人個體的差異 我們會用不同的方法去教導他們 如何去扶正驅邪 扶正驅邪是一個比較概括的字眼 但是有個體的差異 有病情的差異 也有年齡的差異 所以有不同的招式 但是總體來說 我們有一個先扶正後驅邪的原則 如果身體沒有甚麼大礙 所以我們今天會簡單講講 簡單的一個保養的方法 扶正的方法 教教導觀眾 大家可以涉及修練一下 練得好的 身體的正氣會強盛很多 但是要時之以恆 每一組 時間是否最好就是九點前 因為上次上一集講過 也是九點前不做 但是這個扶正的方法比較簡單 我們坐著站著都可以做的 是嗎 很簡單 我們再次示範一下 我們試一試大家一起做 你們一起試一下 我們做一次試一試坐在這裡做 坐在這裡做很簡單 都是平坐在椅子上 無論是在家的椅子、梳化 或者是哪裏上班的辦公室都可以做的 坐的時候 不要靠後面的椅子 背部要離開的椅子 為什麼要離開呢 因為我們背部有很多穴位和經絡 當你壓住的時候 穴位、神經線、血管就壓住了 流通就會變差了 以及變慢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坐的時候 不能這樣躺在後面 一定要平靜地坐 坐的時候不要軟著身 因為軟著身 那些經絡也是氣、血 都是屈住在身體前面的 就不是全身平均地分佈 屈住在小腹那裏會比較多 不暢順 不暢順 也暢順 不過暢順在小腹那裏 可能某些地方就不太暢順 是的 所以我們要平靜地坐 令全身分佈更平均 坐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的腳要寬 即是跟骨頭同寬 或者是寬的骨頭少少 那麼兩隻手 開始的時候 先放在雙腿上面 先平整自己的呼吸 來自己心安神靜 大概一、兩分鐘之後 當你的心境開始安靜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進入 我們這個扶正的功法 它叫氧氣法 氧氣法做法很簡單 雙手按住下丹田 藍的左手先 雷骨右手先 藍的左手快 下丹田的位置大概是土匙的 大概在土匙下寸半的位置 寸半的位置 掌心勞工月壓住下丹田 右手呢 第二手壓壓下去 相對是內勞工對著外勞工 是的 按住這個位置 輕輕放在這裏 閉上雙眼 我們大概會維持15至20分鐘 將所有的注意力 放在下丹田的位置 嗯 是 我們在這裏簡單的示範 但是我們沒有時間 跟大家一起練 15至20分鐘 至少都知道動作 是的 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但是回去大家要練 保持著練 這是可以扶正驅邪 比較好的方法 而且簡單易做 坐車到哪裏都可以做 即使車正在搖動或坐船 都可以嗎 心靜就可以了 心靜就可以了 在你的思想裏 不要集念 或者是沒有生氣 沒有興奮 沒有興奮 對 沒有胡思亂想 集中在下丹田的位置 慢慢在你身體裏 就會出現 在下丹田裏 你會覺得有些暖暖地 身體好像 開始 開始暖地 剛才已經感覺到 很快的 是真的 在肩膀那裏有些暖地 然後身體那裏 開始慢慢有些溫暖 慢慢慢慢 氣就會慢慢走 慢慢走 然後你會發覺 越走越好 臉上也會有些紅潤 甚至你會覺得有些熱氣 在背部慢慢上 然後全身有一個 開始有溫暖的感覺 這些是聚氣的反應 當你聚氣的反應出現 慢慢你的身體的正氣就越來越強 在這個過程 正氣強了 氧氣就會變成了 氧氣會變成了 其他病 就慢慢 拘捕了 拘捕了 對 好像太陽出來了 對 所有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是那些 妖魔鬼怪都會離開 都會離開 當然師傅 如果鍛鍊了扶症的氣功 會不會加上湯水 或者食療效果會更加 都會好一點 煲湯 其實我們通常都是辯證論誌 就是湯水 但是我們都是以符證為主的湯水 因為普遍所有人都合用 以一個預防條理的基礎為一個 即是條理的一個湯水 是基準 湯水的基礎就是 譬如說我們可以用黨參或者北旗 是的 隨便選擇一樣 我們加一兩 一兩 是的 淮山可以加五千 磁石 也是放五千 接著加一些豬腱 是 也可以 加一粒蜜棗 我們一起煲 煲它兩小時 這個可以提升我們的抵抗力 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在研究裏面 知道北旗和黨參 本身都會令到我們的免疫細胞 白血球的反應 保護能力加強 是的 令到我們白血球裏面的 吞細細胞 吞細細胞就是 一個作戰的細胞 專門去對抗外來的一些病毒 像我們的身體的軍隊 透過這些很簡單的藥 軍隊會強壯 軍隊強壯就有正氣 強壯 所以這個湯水也是適合 普遍所有的觀眾 所有的人去飲用 如果四季都可以飲用 四季都可以飲用 這是比較平衡的糖水 不是很燥熱 當然你那一陣子 喉嚨痛 生肺炎 就不要吃了 普遍的人都可以吃 除非有特別個別的症狀 太過燥熱的時候 可能你去找中醫 調理一下 你找周醫師調理一下 是的 你過來找我聊天 或者開調方調理一下 也很快解決 周醫師 剛才也有用到北旗 如果有些人有感冒 會否吃得起的時候 感冒在哪個階段 很多醫師都會說 你有感冒 不要吃北旗 困著 其實很多病人覺得 北旗會困著北旗 其實這個觀點也不太對 是的 我們覺得感冒有分不同階段 有初起 有發展期 還有衰退期 是 基本上 如果你在初起的時候 我們建議不適合吃 我們是以公下為主 以殺菌消毒消炎為主 發展期的時候 我們可以少量用 可以提升陽氣 增加免疫力 而 衰退期的時候 病毒衰退期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用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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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用 亦可以用 很多醫生的觀點 不要用 不要用 不要用的話 他打包單給你 他又怕你分辨 又怕自己分辨不到 在哪個階段 所以 安全一點 告訴你 不要用 其實 如果分辨得清楚 沒有說不可以用 所有藥 只要陰陽配搭得當 基本上所有藥都可以用 是的 各位觀眾 聽到周醫師說 上半部分 扶正俱邪之後 下一節 我們會說 還有一個 跟我們經常病的原因 很有大關係 但是說心因 我們待會休息回來之後 再跟各位觀眾見 各位觀眾 又回到下半部的原來中醫了 下半部我們說一下這個題目 其實呢 在我們臨床上的病毒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這種情況而病 這個是中醫所謂的心因 情治這方面 周醫師 你好 我們經常聽到別人說 經常不開心 究竟是否真的會有影響我們有病 不開心會影響到有病 但是情治不只是不開心 原來情治包含了開心也是情治 各份開心都會有 各份開心都會有 太開心 有些人好像中了六合彩 他們瘋了 那是叫情治 對 有些人很憂慮 其實他不是不開心 可能在胡思亂想 想很多事情 很擔心 這種都是憂慮 就是憂慮 憂慮也是一種情治 對 可能有些人很悲傷 不一定是 可能不是不開心 但是很悲傷 可能有親人離世了 或者是失戀 也會覺得很悲傷 對 這些悲傷也是一種情治的影響 對 憂慮 剛才說的憂慮 開心 或者是很生氣 例如見到某些人 或者某些事 他會觸動他的情感 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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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脾氣 這些生氣 都是一種很強烈的情緒表現 都是傷害我們身體內臟 對 我們中醫所說的七情 包括了喜怒悲思 憂恐勁 害怕 對 恐懼和憂慮 都是一種很強烈的情緒表現 亦是傷害我們身體內臟 對 對 但其實剛才你所說的 其實日常生活都會有的 日常生活都會有 所以其實就是 我們古人經常教我們 要調攝七情六慾 就是 才能夠保持身心健康 古人叫做養生之道 能夠常年保持 調攝得當的話 養生得當才能夠長壽 有時候長壽或養生不只是靠食 可能很多時候是靠一些情緒的調控 更加重要 對 因為我們在科學家的研究 或者醫學家 無論是歐洲 或者美國 這些醫學家的研究 論文中都表達了一件很重要的因素 重點就是 我們現今大部份的疾病 其實都是因為情緻引起的 大概佔了八成 只有兩成是因為傳染病 或者是外傷性的影響 或者是一些意外 而形成的 這些都是比較少數的 在我比例來說 如果你去醫院裏面發現 大部份的疾病都是情緻引起的 即是我們中醫所說的 深陰性的疾病 深陰性的疾病 周醫師 剛才你說起 喜怒憂思悲恐驚 這個我相信 因為我們也喜歡 我知道是跟一些 狀苦有密切的關係 對 舉例為何呢 因為經常有很多人 我們經常在廣東人說 怕得賴尿 其實是否真的害怕的時候 跟某些狀苦說 有關係 也有關係 對 很大影響 當你很害怕的時候 譬如說 腎上腺素 突然間會出現一個強烈的變化 對 影響了胰臟、腎臟的功能 腎臟、胰臟 其實我喜歡說的腎經 也是影響了避尿系統 所以很多時候會有失禁的情況 是 腎主義變 一怕的時候就忍不住 所以很容易突然間失禁 失控 不單是小便 可能連大便都控制不到 就會失去控制 對 真的見到一些人 害怕起來 就在當場 就失禁了 就是失禁了 失禁 對 不單是失禁 害怕起來 失禁起來 在各方面都會受到刺激的改變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醫療的病人後期都會出現 可能 例如說 紅斑囊瘡 或者是出現牛皮癬 這些都是傷肝之後 引起一個強烈的病變 因為肝腎也同源 對 肝腎也同源 所以一怕起來 不只是影響腎功能 連肝功能都會受到影響 是 而其他情緒也是 好像很開心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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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影響 但是你會發現 原來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很開心的時候 很開心的時候是傷心的 是 是 是開心傷心 是開心傷心 有關係 有很大關係 原來 很開心的時候 心臟的公血會特別旺盛 泵血很快 你會發現 開心的時候 臉會紅一點 當你大笑的時候 心跳突然快很多 當你強烈地笑 或者長期地笑 或者很用力地笑的時候 心跳你可想而知 那個負荷是多大 所以 其實如果過量的 即是開心的話 是傷害心臟的功能 是 等於一個強烈的過量運動 對於某個器官過量運動 其實都是在傷害內臟的機能 如果生氣呢 又是會傷心 也是 還是開心呢 其實有些情治 不只是傷害一個內臟 是 其實五臟六虎 五臟六虎都會受到影響 其他相關 某些情治可能會傷害個別內臟 但是有些情治 不是傷害一個內臟 譬如說 當你很生氣的時候 很多時候 它會傷害光之餘 也會傷害脾胃 很多時候 那些人一生氣 會突然間胃痛 是 突然間出現的胃抽筋 甚至乎 突然間胃痛得很嚴重 這些都是 剛氣範圍 剛氣範圍 木黑土 所以 雖然是直接影響剛氣 但原來也會影響胃功能 腸胃功能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 某個情治 其實是影響多於內臟的功能 我們不可以單純說 一個 可能生氣是代表甚麼 怕是代表甚麼 但是 它是一連串影響 不同肌能內臟的功能 以及運作 因為身體內臟五臟 其實是連貫的整體 互相有一個雙身雙黑的肌理 某個功能出現了病變 或是受到過激的反應 它都會影響到其他內臟 一個不好的反應的出現 因為引起氣肌溢亂 對 對 互相是一個 嚇制 當某個器官過偏頗的時候 某個器官被壓下去 所以影響到氣肌 其他內臟一連串 會出現一串的問題 對 其實每個人的喜怒哀樂 都會影響到不同的器官 對 可能我緊張就遺痛 或者你緊張就心痛 對 對 大致上 譬如你緊張 通常都會影響到胃 肛 而影響到其他內臟多不多 就因應你生氣的程度 或者激動的程度 或者你本身身體的機能 哪些內臟特別弱些 可能你某個機能 可能是先天性特別好些 可能影響會少些 如果你的機能特別弱些 反應是特別強烈些 所以 又不可以渠論 一定是所有內臟都會有很明顯的反應 可能某些內臟的反應是特別差些的 可能會表現出來給你看 是很嚴重的問題出現 但有些內臟可能 不是即時反應 可能過幾年後 你才慢慢走出來 是 因為某些內臟本身先天比較好些 是 而不是即時受到影響 是 這個情況 有時 病人來看病的時候 乾屈了很多年 舌頭伸出來兩邊都紫紫暗暗 是 情況真的是屈了很多年 屈了很多年才來的 不是一屈立即會出現病 是 可能很多年後 你才看到 很多事情都是積聚積聚的 積聚積聚 積聚了一段時間後才發出 他不是即時來看醫生 或者他覺得自己有事 可能開始覺得自己沒有事 所以 在情子的問題上 很多人其實不認為 因為情緒而影響到病人 很多人本身有了都不知道自己的病 是 因為他覺得心跳是正常 甚至快點是正常 是 是 他覺得就算他急得賴 可能覺得自己緊張過度 所以賴 他不覺得內臟機能受到損害 是 他不會立即去看醫生 因為他覺得是那一刻的問題 也沒有甚麼 破了也沒有 是那一刻的問題 其實那些已經是一個徵兆 是一個徵兆 已經在破壞內臟機能 是 但通常他可能幾年後才找你 是 因為通常要壞到很壞 他才覺得是壞 是 少少壞 他不覺得是壞 是 是 但很多時候我們看病的人 都是建議的問題 當你的機能 去到某一個低點的時候 你要 抬起來 需要很長時間 是 好像地心吸力那樣 真的要扯上去 要扯上去 需要很長時間 但是呢 如果你剛剛發病的時候 要去治療就很快可以在你裏 是 所以 其實我們中醫經常都說 治美病 防患於美炎 救病於文牙狀態 這是一個非常科學的機利 但是 當然 如果這樣說 很多病人會說 喂 我要給你多些錢 通常現在的人都會從金錢角度去考慮 但其實不是 以醫生角度來說 是希望病人不要那麼辛苦 不要治療那麼久 所以很多時候 現在的人來看病 為何要治療那麼久 不是因為中醫要治療那麼久 是因為你的病情多太久 所以很多時候 誤解了這個概念 就是看中醫要看好久 等於看好久 很丟靜 中醫很丟靜 為何中醫醫治療那麼久 當然 你病都病都那麼久 你這麼多年後才來找我 我當然要治療那麼久 你不見你一病 待會兒就馬上療療 我立即幫你處理 沒錯 周醫師 你提到剛才那種心癮 情療 好像跟西醫的精神病 都類似的 其實有些關係 不是 中醫所說的心癮性病 不是屬於精神科的疾病 我們所說的心癮性疾病 其實是一些情治病的因素 我們所說的心癮性疾病 包括了 譬如說緊張 或者是神經衰弱 或者是失眠 或者是一些細胞的病變 其實都是屬於心癮性疾病 這些因為情治 或者是心情 或者是思想 或者是因為剛才所說的喜怒悲思憂 控經等等 影響到內臟機能的轉變 引致的疾病 包括實際上所說的這些問題 都叫做心癮性疾病 而不是黏了腺或神經病 是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 對 因為很多人都會 對 收藏一些東西 心有事 瘦瘦的 神經等等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混淆了 混淆了 對 很多時候人們會避而不談 對 可能怕說出來 就以為人家當你是神經 或者當你是精神有問題 其實不是 這所說的情治病 或者是心癮病 其實是說一些 心癮症 或者是 剛才所說的七癮 引致的病變 而不是說精神病 是 是 是 周醫師 我想問 有甚麼器官可以幫助心癮 這就是心癮病 其實我們剛才所說 因為很多情治 形成的病變 我們當然要詳細針對不同的內臟 醫治不同的功法 今天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不能一一去展示 或者一一去轉述 不同的內臟機能 那些比較簡單 簡單 我們今天教了一式 也是坐在這裏做的 也是坐在這裏做的 之後我們大家又可以試一下 做法也是跟剛才的坐法一樣 做的很簡單 也是平常坐在這裏 是平常坐在這裏 心情的調順 做的時候也是 舌頭上面上握 是 吸氣的時候 我們手放在這裏 吸氣的時候 合上眼 手指 現在大家都要看著我 是 合上眼就全部看不到 合上眼 同時 就是手指 食指和拇指 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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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是合上眼 吸氣 同時我們吸滿了之後 同時做幾個動作在一起 就是呼氣 開眼 和彈指同時一起做 我示範一次 一齊 吸氣 呼氣 鼻吸口呼呼 即是用鼻吸 但用口呼呼 吸氣的時候 合上眼 合上手指 呼氣的時候 開眼 手指彈不彈開 是急速彈開 而不是慢慢地鬆開 其實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要急速彈開呢 其實就是彈開的時候 當你的腦裏 腦其實是控制我們的神經系統 當你的神經系統 我們左腦和右腦 各自在控制不同的反應 譬如一些呼吸 或者是手指 身體四肢的活動 只要你能夠把這些腦部的神經 同時一起 控制當你的思想 注意到某一點的時候 它就不能夠再注意到另一點 我們所指的另一點 即是說 你剛才說 情治 心恩性的問題 譬如說 喜怒 鼻思有空經 當你手指合起來的時候 呼吸起來的時候 同時一起做的時候 你就沒有那麼多精神 再去想其他事情 因為你同一時間 已經做了三四樣事情 同一時間做了三四樣事情 你的神經系統 它不能夠再有空餘的時間 去控制其他事情 這是令到你的思想 立即離開那個環境 在訓練你的神經系統 立即抽出來 所以當你能夠抽離 這個神經的反應 或者是記憶的反應的時候 你的思想就是 即時可以放鬆 當然不是彈一下就沒有了 就是要連續做 可能做九個倍數 就是做36次 九個倍數 對 大概是36次 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你的腦的反應 神經的反應 它不是即時能夠 你能夠告訴它 這樣放開 你要不斷操練 它才能夠從那個場景裡 分離出來 和抽離出來 這種訓練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可以從你的情緒的反應裡 拉出來 因為這個是跟我們思想 神經的結構的關係 你試一下 當你很專心在寫字 有人去聊你 去聊天 可能你分心 當你跟他們聊天 你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因為你不能夠同時去做幾件事 剛才我說的 聊天和寫字 只是兩件事 但我們剛才的合眼張眼 是一件事 舌頭放上 放下 呼氣 鼻吸 口呼 是第三件事 手指合同分 是第四件事 當你同時做四件事 還有沒有精神在做第五件事 明白 你沒有精神在做第五件事 基本上是人的腦袋結構 當有些人很聰明的時候 可以同時又想事又說話 有些人可以同一時間做很多事情 有些人說 多一件事 就說不要住 等我先做完 這個世界上很聰明的人 最多都是做兩件三件事 兩件三件事 第五件事就不會出現 哦 這樣的情況 可以集中到 可以集中到你的精神 很多時我們 無法集中自己的精神 或者是 精神控制不到的時候 或者是很傷心 很開心 或者是很激動的時候 都可以用這種訓練方法 令自己的精神 立即調回來 是 所以其實 氣功的訓練裏面 其實是結合了很多科學的元素 只不過 古代的人 他沒有科學的概念 他講不到給你聽 但是他已經是一套很科學的訓練方法 但是他的說話 其實是比較含糊一點的 他的說話是不夠清晰度的 所以你要賦予他一些清晰度 而不是說 他因為講不清楚給你聽 你就否定了他的因素 我們 當你了解了這件事的時候 你才會明白 原來這些過程這樣做 其實是 他是有機地或者很有科學地訓練的一些東西 是 令身體會產生一個適時的很快的調控 很多的練習方法都是 調控身體不同的反應和內臟的機能 有很多好的方法 當然我們在這麽短時間裏面 不能夠把他所有的東西都講出來 因為就算要教 很多我們學生開班 要教所有的招式 或者教所有的不同因素 不同的病 其實所有學生要學所有的東西是不可能的 正如 不斷這樣就要練習 一來就要修練 我們要看你的追求的境界是怎樣 有些人喜歡讀幼稚園就不讀 有些人喜歡讀幼稚園就不讀 有些人喜歡讀幼稚園就出來打工 有些人喜歡讀幼稚園就出來工作 有些人喜歡讀幼稚園就出來工作 覺得自己的學識已經足夠 對 有些人喜歡讀幼稚園大學 有些人喜歡讀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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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一定要讀幼稚園 是不是讀幼稚園一定好一點 讀幼稚園就不好 需要不同 有些人會說我要學多久 我都不能夠界定幫你 告訴你你要學多久 你喜歡讀幼稚園離開也可以 你喜歡讀幼稚園 或者中生學習 我都覺得是應該的 是 周醫師 其實 講了我們強徵保慎 扶症驅邪 特別是這個心因 好像都幾複雜 你有沒有醫過一些個案 好像一醫下去 人真的改變得很快的情況 有沒有醫過這樣的情況 看看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 如果短期心因的問題 我們可以用一些很快的方法 來調控它 加上一些你和他看病的時候 有些心理輔導 懂不懂 看看那個人的性格是怎樣 看看那個人來看你的時候 抱著什麼心態 如果他抱著一個的士的心態 當然你會有排行的 但如果他來的時候 抱著一個信任的態度 其實可以很快解決這些問題 就看他自己的角度 擺在哪個位置 人同樣的相處都是 當一個人跟你溝通得很好的時候 一定是建築一個信任 才會有溝通 當他很敵視 覺得自己很厲害的時候 一定是溝通不到 這樣的情況 周醫師 除了練氣功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食療幫幫的 湯水 我知道了 疏乾解屈 有些人很喜歡喝玫瑰花 疏乾解屈 我介紹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茶 這是玫瑰花 因為通常有鬱結 或者是懲滯因素的人 都是經常會出現緊張的情況 你叫他回去熬湯 他會覺得軟盡 熬完之後都已經睡著了 對 都很麻煩 所以我們用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很簡單的食療方法 令他幫助他解鬱 適時的可以幫助他 我今天簡單介紹一個很簡單的茶 這是玫瑰花 素青花 加羅漢果 來沖水喝 三樣都好像挺好味 三樣混合起來 味道很好味 很清甜 還有達到調理放鬆的效果 每樣你撿一點 適量就可以了 通常適合一杯的份量 不要沖太多 因為它會發大 加熱水之後 它慢慢會漲大 是嗎 那羅漢果也不是整粒 因為太大粒 是呀 撿到它的平 你通常四分之一放下去 已經足夠了 因為整粒放下去 整粒也挺甜的 你的一杯水 它放不到整粒 可以泡多久 通常滾水滾下去 滾下去 滾下去 你不滾 可以喝下去 可以喝下去 就可以了 其實不需要太刻意 我計算幾分鐘 當你這樣看的時候 它本身已經緊張了 你再加一個緊張給它 你就不要教它為15分鐘 通常緊張的人 它本身已經是很緊張 於某些外在環境的因素 對它的影響 你再叫它這麼系統的去看時間 它本身已經是思想 越來越緊張 所以你寧願不要太多規限給它 你只要告訴它 你這樣就可以放得鬆 它本身就慢慢能夠放得鬆 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水滾的當然是喝不到 是 冷到你能夠喝得下 已經是一些味道出來了 你已經是 不需要刻意告訴它 幾多分鐘 是 沒有人容易辣 可以喝得下 是 我知道這個茶應該是挺好的 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都不開心 女生生玫瑰花都開心 是 其實你喝都已經開心 都已經開心 是 周醫師 我知道你經常講氣功 接下來 我知道你有幾個講座 我知道你接下來 7月9日 有一個股法安胎 很厲害 這是結合了中醫的安胎的原理 亦都結合了一些 氣功養胎和安胎的方法 7月14日 有很多人會聽 就是不印之迷 其實詳細地址 應該是 在你醫療集團裏 佐敦診所那裏 佐敦道那裏 詳細地 我們會說 觀眾可以打電話來問我們 可以 其實有沒有電話可以相問到 可以 電話是2366 8987 2366 8987 各位觀眾 有興趣聽周醫師說 他的股法安胎和不孕之迷 有多少電話來 是的 今天的節目差不多了 好 多謝大家